探尋古老失傳秘術 規探玄妙天地人間 歡迎收聽喜馬拉雅FM 出品的奇趣圓幻小說 失傳秘術 趕蟲詩 語語版 作者哈姆曹灣 播講曉奇 第一把十七章 黃金銅套血收鐵妖 上次講到 林慕禪將山蟲抱過來 但是山蟲看到那個鐵仔的小孩 他的臉色很圍爛 山蟲碰到林慕禪的手 直接扭扭凌凌地來到我的面前 他用頭上的兩條觸角對著我小腿那裡碰了一下 我只感覺到全身麻木了 然後暈倒了 看怕我暈的時間不是很久 大概一兩分鐘後我就醒了 小腿上的傷已經完全好了 連摺骨膏也省了 山蟲連山線地倉都可以醫好 更何況是人的小腿呢? 我對這隻山蟲很感激 那樣東西雖然不是神 但是它有山神的名字 除了它很可愛、很萌俊之外 更多原因是它的心底很善良 我指著那個鐵仔的小孩對山蟲打著手洗 山蟲在一尾零頭 我從雷仔車上找了一支豆油出來 那個是我賣老鼠藥換回來的 我拿著一個瓶在山蟲面前蹦蹦蹦蹦蹦 又摸了它淡藍色半透明的身體 示意它分泌少許油脂出來 送佛送到西 救人救到底 山蟲就好像完全明白了是甚麼意思 但它就是一尾零頭 似乎是有心無力的 林茂蟲看見山蟲不肯分給山友 她覺得又要打架了 她要做好大戰這個鐵仔小孩的準備 在我找油的時候 她也從雷仔車上找出那支糾丁之水 遞給文小沙就說 妹妹呀 還是要麻煩你幫我變回一支冰槌回來呀 文小沙就回答她說 哎呀 林姐姐呀 如果我說 我只會把冰變成水 不可以把水變回成冰 你會不會打我呀 林茂蟲聽到之後 很失望地摟摟摟摟摟摟 大山蟲一看到 那支礦泉水中的糾丁水 兩隻觸覺即時凍起來 就像是人的寒霧凍起來 她的樣子很驚訝 她扭動著身體 慢慢靠近林茂蟲 伸出小手要搶那支糾丁水 自從山蟲幫林茂蟲腰腳之後 林茂蟲就很感激這隻山蟲 又覺得她這麼可愛 所以見到她要那支水 林茂蟲就順手給了她 這隻山蟲一點都不客氣 領開礦泉水瓶 將那支糾丁水咕咕咕咕咕 喝到一滴都沒有剩 喝完之後 我們見到 她的身體由原來的藍色變成黃色 她對眼由原來的湖水藍色 都慢慢變成黃色 原來山蟲的身體本來就是黃色 只是因為被家道士長期欺負她 壓榨了她身體內的精華 所以才慢慢變成湖水藍色 所謂的天清地黃乾坤氣象 山蟲是一山之主 不行熟土 本來就應該是黃色 被家道士欺負她 氣血兩窺 這樣才變成藍色 其實就是營養不良 九鼎水對於我們而言 只能當兵器用 結兵後就堅硬無比 但對於山蟲來說 很明顯就是健身而年 故本培園的鮮藥 山蟲飲完九鼎水後 兩隻觸覺在頭頂上碰了一下 她半透明的是黃色的身體上 即時大汗淋來 而且她的汗還反著油光 張雪王見到後就很開心 大聲喊 快呀!大家快點拿山油吧! 原來山蟲在營養不良時 是分泌不到山油的 喝了九鼎水 補足氣血 固本培圓後 這樣才能分泌到山油 大家有些拿藥瓶 有些拿葫蘆 有些拿水杯 有些拿著木片刮 到最後 終於湊齊了差不多半兩山油 羅文尚將礦泉水瓶用馬刀割開 留下半部分 將那些山油全聚到這半句的鋼泉水瓶裏面 然後放在那個人血山鐵梨的腳下 然後大家馬上撤離 最少離開那個鐵製的小孩十米開外 免得被他弄傷 然後羅文尚念了洗蟲酒 解除了座定山河秀的法術 那個鐵製的小孩看到地上有山油 看怕她是聞到味道的 這東西的致命藥點之一就是 看到油就喝了 無論什麼油也好 這個鐵製的小孩現在完全不理我們 她想彎下腰撿在地上的山油瓶 但她蹲不下 因為她的腳上都長了 黃金銅的拆氣大 她帶著膽衝過去 大家看到之後 忍不住大聲喊 黃金銅呀 你先回來 等定住了 你再過去吧 黃金銅完全不聽 直接衝過去 將地上的瓶拿起 遞給那個鐵製的小孩 那個鐵製的小孩看到有油 居然沒有打黃金銅 而是先喝油 一口山油入口 那個鐵製的小孩血紅的眼睛 不停地向外飄血 嚇到劉向晚在威嘩怪叫 劉母簽轉著臉沒有看到 只有那個文小渣 無心無肺地看著那個鐵製的小孩在飄血 就在血流流時 那張黑毛帆就在那個鐵製的小孩手中跌到地上 看到這樣 我又對林母簽說 母簽呀 你沒有了一枝狗頂水 你用刀仔割穿手指 去把那個生鐵製的小孩收掉吧 以後他就是你的了 林母簽看了一下 那個鐵製的小孩很討厭那臉 然後就說 他太醜了 我不要 大家都在 我夠膽頂著大家的壓力 想送給林母簽一隻戰鬥鐵妖 但林母簽還不想要 我就不可以再說什麼了 免得引起公憤 其實劉文上最想收了這個鐵製的小孩 他正打算要說話 黃金和現在整口都是血 很虛弱地說 林母簽 你說的哈 你不要 那我就不客氣了 說完之後 他摸低身 走去那個鐵製的小孩旁邊 突然發現 這條舌頭涌一下涌一下 忍不住 一口鮮血噴到那個鐵製的小孩的口裡 吐完血後 黃金銅整個暈倒了 這口血 就不是黃金銅上肚就可以吐出 是因為他剛才被鐵製的小孩 在胸口打了一下 受了內傷 趴在車底下 還不是特別拿命 站起來走著兩步 馬上覺得頭暈眼花 喉嚨在那裡涌一下涌一下 但黃金銅硬硬忍著 可能就是為了把最後這口血 套到這個鐵製的小孩的身體裡 為了可以得到這個鐵製的小孩 他真是拼命 既然這個鐵製的小孩的主人陳安樂定了 大家都不再出聲了 其實除了羅文上很想要之外 其他人也不是特別感興趣 張書網只是對獸醫、棺材板和姑娘感興趣 文小姐純粹看熱鬧 樓向網根本不敢再看這東西第二眼 黃金銅倒在地上 那又要麻煩山蟲過來用兩隻觸角 對著他的胸口碰了一下 兩分鐘後黃金銅張大眼睛 人雖然醒了但他的身體很虛弱 畢竟他吐了很多血,傷了元氣 黃金銅一抹大眼睛 這個鐵製的小孩的眼睛也動了 黃金銅一口血套進去 雖然這個鐵製的小孩的血囊還未滿 但這東西已經認了黃金銅了 至於如何用它 以黃金銅的聰明才智 不用半個月便可以研究清楚 等他恢復元氣之後 黃金銅還會與他注入鮮血 直到他的血囊滿足為止 從此之後 這個鐵製的小孩身體裡 留堂住的就是黃金銅的血液 張雪茫看到黃金銅醒了 然後說 行了行了 這個生鐵鞋被我們修復了 快點離開這裡 一會兒會有些村民上山做事 我們快點離開 黃金銅對鐵製的小孩洗了眼色 視他上車 那個小孩真的慢慢走乖乖上車 這時候他身體裡的血量少 所以這個鐵製的小孩也很虛弱 沒有剛才這麼勇猛 山油是可以殺死一切鐵妖的 這個鐵製的小孩屬於鳳凰裂盤 肉火重生 這個鐵製的小孩一上車 壓到整部車縫了一下 這東西怎麼說都是七八八斤 上車後 黃金銅命令他躺下 於是這個鐵製的小孩乖乖躺下了 黃金銅用衣服把他蓋住了 雖然身體很虛弱 但見到他很開心 大家都陸續上車了 我吹了個哨子 將一隻紫電絕神特叫回來 這隻老雷更醒目過人 見到那個鐵製的小孩 從車輪印裡突然出現了 黃金銅還沒察覺 這隻老精靈爆發聲走了 要拼命的事他就不做 除了有一次絕神特倒踢風力上角 咬著素雪真人的三領 吞了賺金碎肉粗雪豬救了我一命 這就是後話了 張書亡在小時候遇過這個鐵製的小孩 現在過了60年密使人非 這個鐵製的小孩 只多了一圈鐵手換了幾個主人 但張書亡也風足殘廉 所以他也忍不住很唏噓 張書亡撿起了 沒有人會留意到的黑毛帆 捲了一下壓了自己在行李下 但誰都沒想到 利藏黑毛帆原來是河南教很重要的寶貝 這次真是逆了張書亡 常萬樹可以想像到 生鐵鞋可以被座定山河獸定住 但就算定住也好 只要他不死的話 黑毛帆是不能脫手的 常萬樹打寫想不到 這個鐵製的小孩 在短短的時間內可以換了主人 因為我們裡面是沒有鬥寶人的 我和羅文尚只知道 那樣東西叫做黑毛帆 因為是按黑毛的樣子來做的 但我們就不知道 那樣東西有個全名叫做 指名供奉 又叫做赤心榜 很厲害的 在明清兩朝 這種鐵製的小孩 多數在山東、北京和天津三地出現 見到人都幾多次 這東西大有來頭 只不過是張書亡不知道而已 後面我們自然會說到 好 大家都紛紛上車了 今次指見著陳特拉車時 就覺得特別辛苦 因為多了這個鐵製的小孩在車內 地牌子車馬上就要出發了 但就見不到林慕蟬上車 我們見到他在與山蟲告別 山蟲拉著林慕蟬的手 不讓他走 要將他拉到山內 林慕蟬看著他水旺旺的眼 不好意思拒著他 唯有轉頭 看看馬上要出發的我們 接著說 你們在慈良道 入屠龍山的路口等我 我稍後過去找你們 說完後 他被山蟲拉走了 我們都不好意思 硬要林慕蟬上車 畢竟他很大魅力 無論是妖怪 異類或是人 見到他都很喜歡 那個巡遊客 我們暫時先不要管 等他在山內自由浪蕩一下 等我趕成嘉道士之後 再將他捉到尼伯六罐裡 嘉道士第一次的時候 那些人可以不遠馬里 將他從深山老林那裡捉到陀龍山 這樣就肯定可以捉第二次 地牌子的車廂裡 為了防止 祖母桶裡的陀龍井水 垢出來 樓向蟬得很謹慎 密密麻麻地貼了好幾圈透明膠帶 我們這輛車走過陀龍村的時候 陀龍村已經很騷動了 很多人聚在沈敬家門口 很多年前 走失五個女孩回來 很快就驚動了整條村 我們沒有從她家門口經過 選了另一條路 順利過了 這時候 我們這輛車上有很多人 我們的村座打扮五顏六色 有男有女 有老有小 如果被人見到的話 難免會覺得很可疑 出到陀龍山上出角度 我們停下一輛鎧車在等林武閃 文小三和羅文尚在路旁招呼過路的長途客車 他們要先回八六罐 我們約好在八六罐集合 應該要燒的草堂票就燒了它 應該要付錢的就付錢 還有一隻山聚子還未交割 我包含被家道士再過幾個小時 可能就會被自己的精毒毒死 所以在等林武閃的時候 我問黃金銅拿了一把小口徑步槍 用一件很厚的衣服包住 準備進山去打一隻老闆回來 我拿著那把小口徑手槍 上到角度對面的一座山仔上面 這座山仔雖然與陀龍山隔了一條路 但就不是同一條山脈 這座山仔的源頭 是東南方十多里的松麻山 主峰上面有七百多米 而陀龍山的山脈是陀龍頂 雖然很近但就不是同一條山脈 在山上的道路有很多種 有行人道 有牧羊道 有藥道 有藥道 在老中地區 因為藥材比較少 採藥的人不多 所以藥道也很少 羊道就比較多 因為羊不走不肥 每天牧羊人 如果你不出二十里地 就算是天天餵那些羊食物苗也好 那些羊也不會肥 羊是真正意義上的走手 然後走在路上一邊一邊吃 那些羊才會肥 所以羊道就很好拍 周邊那些大葉多汁的植物很少 因為是羊道 被羊吃光了 我走在羊道上 大約進了山一里幾地 聽到在路旁邊有些小鳥叫 其中有老闆的叫聲 於是我解開衣服 拿出那支小口徑步槍 趴在棵樹的下面 剛剛融融眼 找到一隻 呆呆地站在枝頭上的老闆 但一瞬間聽到 在樹後有人大聲喊 不要動啊 夠膽非法持槍狩獵 你也挺沙膽的 本集經已播講完畢 多謝你的收聽